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松川直登 是一个住在日本库岗町的普通农民 在2011年的3月11日 日本大地震 与库岗町相距只有7英里的福岛核电厂 亦因为地震的关系 发生了灾难性的严重事故 由于辐射泄漏 政府攀发了紧急疏散令 要求住在库岗町的居民尽快撤离灾区 而我亦都跟随大队准备离开库岗町 我坐上撤离灾区的旅游巴 默默地望着窗的外面 我很希望在我走之前 再细心地望多自己的故乡一眼 但是想不到随之而来的景象 徹底底地改变了我之后的人生 当车洗经住宅区的时候 我见到一只有一只 仍然被牵绳绑着的库门狗 他们无飞无叫无走 只是很安静地坐在原地 看着经过的旅游巴 就好像期待着他们的主人 会在一只旅游巴下来接他们走一样 很可惜他们的等待 只是换来一次又一次的绝望 而更加令人心痛的是 我坐着的这只旅游巴已经是最后一只了 可能在人类的心目中 动物的生命远远都比不上自身的安全来得重要 旅游巴继续前进 转眼之间已经来到耕作区 本应耕地对我来说应该是很熟悉 但是此时此刻 眼前的景象 竟然很陌生 耕地上面 一只有一只瘦骨伦伤的牛隻 马匹倒饿在地 而活生生饿死的家禽尸体 更加随处可见 这一刻 我眼前的画面已经开始模糊 我站了去身 大叫做一声停车 我已经不可以再在乎什么政府禁令 更加不在乎什么辐射泄漏 因为我知道 我有更加重要的责任要去背负 到了现在 原来已经四年了 这四年里面 我依然留守在境界区里面 尽我所能 照顾着一帮被危气的动物 很多人叫我福到动物守护者 但是对我来说 我并不是什么伟人 我只是一个住在日本富江町 希望在有生之年 可以为这片土地继续付出 也坚信着动物和人类 是应该拥有同等生存权利的一个普通农民 动物其实和人类一样 都是一条有血有肉的生命 你愿不愿意由今天开始 尊重身边的每一只动物? sai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